下面我们开始正式编写核心数据的获取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js文件 这里我们叫做data.js 那么一般来说为了模块编写的时候 不污染外界环境 我们需要将它包裹在一个匿名函数中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这里叫datepic 然后最后我们所有的js 唯一暴露的对象就是这个datepic对象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将它暴露出去 OK 那我们真正的编写部分 需要将data挂在这个上面 那么开始我们真正的数据部分的编写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方法 get month date 就是获取一个月的数据 那么这个方法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年份 一个是月份 然后我们开始正式了逻辑部分的编写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数据 用来返回结果 那么数据中的每一个元素 就是当前月份的一个日期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参数做一下判断 如果说没有传year或者没有传month 那么我们就使用当前日期 year等于 那么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过的 获取年份 要用getforyear 那么获取月份 需要用getmonth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getmonth 获取的是比真实的月份 减1的数值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它加1 才是我们真实的月份 那么在接下来 我们需要处理两个日期的数据 首先是这个月的第一天 我们定一个日期对象 叫做first day first day那就是这个月的第一天 month减1 注意我们这个地方month 是真实的月份数据 所以在new data的时候需要减1 然后传日期data是1 这样就获取到当月的第一天 那么在获取到第一天的数据之后 我们需要去判断一下 这个第一天是周级 因为它会决定 我们的第一行 前面 也就是在1号前面 有多少个上月的数据需要出现 比如说当月的1号是周一 那么第一行就是从1号开始了 但如果当月的第一天是周二 那么需要在前面补上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获取 第一天的星期几这样一个数据 这样就获取到它是星期几 那么如果我们刚刚所说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周日 周日的话 它的值是0 我们这里为了简单起见 将它判断一下 如果它是周日的话 我们将它复成7 那么除了当月的第一天之外 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日期 就是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那么同样的 我们来定一个 last day of last month 这里用到我们之前说的 data方法 数值约界的时候 会进行自动的进位推位 所以我们这里用 当月的第零天 这就是相当于是上月的最后一天 获取到上月的最后一天之后 我们单独将它的日期 作为一个变量进行存储 last date of last month 这样我们就获取到了两个日期的相关的数据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数据 是在我们日历的第一行 需要显示多少个上一月的日期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是周一就不需要显示 如果是周二需要显示一个 那么对应的如果是周日 则需要显示六个 那么这里我们很容易得到 我们的算法是 这是上月的日期 就是我们的first day week day 也就是我们的周几 减去一 那么再想象一下 周一是不是就是需要零 我们将周日定成了七 那它前面需要显示六天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数据 就是当月的最后一天 为什么需要当月的最后一天呢 因为我们的日期有可能会越界 那么在越界之后 我们得需要知道 到什么时候算是下一个月了 同样的这里使用到 data的一个特性 就是月界精卫的 我们这里的month并没有减一 也就是说是下一个月 但是是第零天 那么获取到的就是本月的最后一天 我们将这个日期单独保存一下 get date 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将正式的通过循环的方式 来获取当月的每一天 这里呢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循环 直接去获取 一个月的数据 那么一个月的数据应该有多少周呢 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五周左右 但是也有碰到极端情况是四周 比如说二月只有28天 并且第一天是周一 那么这一月就只有四周 但也有可能碰到极端情况是六周的 也就四五六周都是有可能的 为了简单起见呢 我们这里直接获取六周的数据 也就是一共42天 针对每一天的数据 我们首先需要算出来 它的真实日期是多少 那么想象一下 如果是我们第一天的数据 也就是一号 是周二 那么也就意味着 它前面有一个上一月的日期 那么也就是说 当第二次循环I等于一的时候 才是我们那一天的数据 那就I等于一的时候 它是相当于是一号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 我们知道有上一个月的数据 有一天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减去上一月的 这个天数 那么这样减出来的话 就是得到的是零了 所以还需要再加一 这样得到当前到底是哪一天 那我们再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二号 二号的话是第三个数据 第三个数据就意味着 I是等于二的 I等于二 I加一等于三 那么我们前面 有一天的上个月的数据 那么这样算出来 三减一就刚好是二号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data 就是对应的在当月这个日期 应该是多少 但它有可能是负值 也有可能超过当月的最后一天 但我们会用到数组月界的方式去处理 那么除了月界之外 我们还需要一个正常的日期来显示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个data算出来是负一 也就是说是上个月的日期 那么你肯定在日历中不能显示为负一 所以这个show data 就是用来算 我们应该显示的是哪一天 那么它的默认值 我们给它复制为 跟data一样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处理month 那么首先我们将month 也是复制成当月 接下来我们针对上一月和下一月的情况 进行一下处理 如果是上一月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data 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么一旦它小于等于零 我们就知道这个month 应该是上一个月的 也就是month减一 那么同样的我们将show data 做一个修正 show data就是上一个月的 最后一天 比如说是30号 然后减去我们的data 那比如说我data是负一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减一 但因为它本身就是负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加data 这样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日期 那么同样的 如果它是data大于本月的最后一天的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下一个月了 将注释修正一下 那么我们就将它的月份 加一 同时我们也修正一下它的日期 那也就是它直接减去 当前一月份的最后一天 就得到下一月的日期 那么看到这里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this month我们是在month的基础上进行减一或者加一 那么如果month本身就是一月份的话 这个时候this month就变成了零 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再对这个month做一个修正 如果month等于零 那么就意味着它是上一年的12月份 那么如果month等于13 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下一年的一月份 那么最后我们将这个结果放到我们的结果数字中 呼吸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包含有月份 比如说this month 然后包含日期 这个日期是我们的真实日期 有可能是负数 也有可能超过当月的最大值 还有一个是显示的日期 show date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日期的数组 那么我们最后将这个数组return回去 这样就获取到了当月的日期 那么我们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引入这个js 接下来我们写一个脚本 刚刚我们将datapicker挂在了全局 然后它有一个叫做getmonthdata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不传参数的时候 默认是当前日期 那么我们这里传一个2016年12月 得到一个数组 最后我们将它付给一个变量 monthdata 然后将它打印出来 看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中看一下 不好意思 这里有一个报错 这里是一个变量 不好意思 写成了一个函数调用 可以看到我们的程序输出了这样一个数组 那么这里面是42个日期 第一个日期是11月份 这个month 那么它的真实日期是-2 因为我们传入的是12月份 那也就是12月份的-2 那么对应的是11月份的28号 那么同理我们可以往后推 可以看到11月30号 12月1号 那么看后面的 当我们越界之后 12月29号 12月30号 12月31号 12月32号 那么32号对应的就是1月份了 那么show data就是1月1号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核心数据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数据 去把这个日历渲染出来 我们就得到了 这是1月3号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 去把这个日历渠调 做到这个项目后